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4年8月26日 星期一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近期越來越近施政報告 今次的施政報告看來都頗重要 各界都希望政府應該要宣布派錢和增加福利 希望能夠救活香港的市道和人流 當中有市民說到長者福利其實真的要檢討一下 講著長者津貼實在太少 是怎樣的說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也說過昨天話說轉做落油卡搭車才有長者2元乘車優惠 當中乘巴好論盡 令乘客和車長喊大交 乘巴有回應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施政報告 市民蓋攤 夜繽紛成效不大 促請振興經濟 沒錢怎擺放資源 報導機內文就提到 李家超日前進行施政報告諮詢會 超過120位獲腰出席的地區代表和市民可以親身向官員發表意見 有場外的市民就向01反映施政報告的看法 坦然 推行有利民生的措施之前 政府必須要提升經濟 說沒錢怎擺放資源 也有母親關注學童的精神健康 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情緒支援 當中有市民周女士就關注到長者津貼太少 患老人家辛苦一輩子 但只拿著千多元的生果金生活 期望政府能夠增加生果金的津貼金額 也有不少老人家居住在農屋 生活環境不理想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大家知道 未來的市政報告各界都相當關注 首先有商界議員發工 淚灑記招要求要做一些措施 扶持業界 銀行不要下雨收傘等等 不過另一方面 基層市民的福利好像沒甚麼聲音 沒辦法 我們繼續謹守崗位 說說普羅大眾基層市民 是這次的市政報告 其實最想希望得到的東西 因為市道那麼差 零售那麼差 若然繼續下去的話 只要大家一起 連鎖集團骨牌式的倒閉 小店又做不住 說到底應該要宣佈再造消費券 類似一些政策 近日已經越來越多人說 認為政府應該要派錢 說如果在市政報告未必適合 即是宣佈派錢的方法 你只要宣佈派錢的消息 金額再交給市民去討論的話 就比較好 令鎖集團所派的錢 是規定一定要在香港境內消費的 如果這樣做的話 相關的公帑就相得益張 因為大家拿著派的錢 然後再去消費的時間 一定會自己再加多少少錢的 令鎖集團有市民都關注 亦是我們的關注 就是長者的津貼和福利的確太過微薄 現在的長者生活津貼的金額連的扶貧線都未能到達 簡單來說 近四千元其實在現在百物騰貴的情況下 說一聲就用完了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因為我們一直倡議長者生活津貼應該要有原則性的改革 配合現在的通脹 又或者面對著的情況 不是叫你一次過加很多 但至少檢討一下 現在的老人家拿著長者生活津貼怎樣生活 你說明叫做長者生活津貼 雖然說是津貼 但也要生活到才行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接下來施政報告 看來都是一個相當有力有機會改變的機會 即是說無論面對著市道的低迷 以及各人市民的負擔能力等等 仍然贊成派錢的做法 用消費券的做法 記得按個讚好表達意見 另一邊商 希望有公權力的人士幫忙留意一下 不要只說商界 商界是慘 但基層市民更加淒涼 因為現在的情況百物騰貴 大家面對著的警方是一樣的 加上現在一街都是急鋪 個個倒閉 一倒閉就有人失業 這樣的情況其實大家都不想見到 但一定要用政策的角度才能有所扶持與改善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的進展望 根據AM730的報道 據報有老人家乘乘巴未能辨識落油卡 車程延誤了約半小時 報道記錄的問題 連滿60歲的乘客昨天開始要改用落油卡 才可以繼續享有兩元乘車優位 乘巴表示 一直密切留意落油卡第一天全面實施的運作情況 收費系統至今運作正常 並未接獲異常的報告 有報道指 在全面改用落油卡的第一個早上 有連滿65歲的乘客 上車拍白特通付錢的時間 被指正在使用長者白特通而非落油卡 那位乘客甚至拿了落油卡出來解釋 並表明卡上的照片可以證明他的身份 不過車長指 系統當時顯示那張卡是長者卡 車上其他乘客之後都加入理論 導致車程竟然延誤了約半小時 乘巴發言人回應AM730 就說乘巴控制中心在昨天早上 接獲一宗970X線巴士上發生的落油卡跟進個案 經了解過後 收費系統試發的時間 是準確地向那位持落油卡的顧客收了兩元車錢 乘巴就車長與顧客出現溝通誤會致歉 是會繼續加強前線人員的培訓 確保同類事情不再發生 另外報道指 車長因為已經報警處理而未能繼續行程 車上有乘客隨即在巴士下沉破口大罵 情緒激動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這宗消息的進展相當論盡 第一天轉用落油卡就出事 據報有人搭乘巴的時候拿着落油卡來拍卡 不過這部機顯示是長者八達通 結果令車長與乘客喊大吵 甚至整部巴士不動 停了半小時 結果乘巴確認 不是 當時拍那張卡真的是落油卡 估計是司機看錯了 或者溝通誤會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接下來會不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還要有待觀察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關堂開原道大塞車 根據HK01的報道 回旋處改了做十字路口 第一個上班的日子 關堂開原道大塞車 往碼頭的車龍是去到消防局 九巴車長就說 遲些回到殼的話更加混亂 報道機內問看到 有超過60年歷史的關堂偉業街 開原道回旋處 日前8月25號開始改為十字路口 好 今天是改動過後的第一個上班的日子 早上9點幾 開原道往觀堂碼頭方向嚴重濟失 車龍去到觀堂消防局對開 開原道近偉業街交界 由三條行車線改為兩條 十字路口也有失車的情況 有九巴車長就說 以往由觀堂市中心往觀堂碼頭的路程 只是幾分鐘之內 今天就用了35分鐘才能夠到達 也都有車長值得 遲些回到殼就更加亂 有小巴司機就說 因為失車原本走四轉車 今天都只能夠走三轉車 當中提到 為了配合政府推行的觀堂行動區 偉業街開原道回旋處 現在已經改為十字路口 以提升路口容車輛和舒緩交通情況 今天是改動過後第一個上班日 早上9點幾 開原道一帶大塞車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今天觀堂很頭痛 開原道大塞車 由海邊塞回旋處的黑點 據報原來由原本的回旋處 變成十字路口過後造成劑塞 今天有巴士車長就說 平日行到四轉車 今天都只能夠行到三轉 另外說到若然這樣的情況 永久的話真的不行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有沒有在觀堂上班的網友 最新情況 第一天的上班日已經弄成這樣 若然接下來九月一號開完學 後果不堪切上和 未知運輸處會有什麼回應 以及哪位的人兄非常天才級的建議 因為迴旋處都有六十年的歷史 現在變成十字路口 也變上有燈位 同時令到觀堂的開原道 是塞上加塞的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